長期缺乏運動 另外,吃得煙多,喝得就多 同樣對身體不好 吃煙除了對自己不好之外 還會令身邊的人受害 而嬰兒和小孩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 一手煙和二手煙的禍害 相信不需要我再多說 但是三手煙,大家有聽過嗎? 有專家指出 三手煙是健康的隱形殺手 所謂三手煙 是指吸煙者吸煙時所噴出來的煙 殘留在牆壁、衣服、椅箭、地毯上 吸煙者和身邊的人 頭髮和皮膚都會沾上的 煙草殘餘化學物 煙紋就算在戶外吸煙 這些化學物依然會黏在身上 原理就像噴了香水一樣 當我們回到室內,就會四處傳播 劉主席,三手煙中有甚麼有毒物質 其實三手煙中有四千多種有害物質 其中四千多種有50種是致癌物質 其實它裡面有些有害的成分 例如等同一些老鼠藥 打火機裡面的燃料 其實對人體絕對的健康是有影響的 三手煙和二手煙一樣 危害他人健康 不過三手煙的最大受害者 竟然是嬰兒和小朋友 由於嬰兒會四處爬 又或者坐在地上玩 又經常會將一些物件擺進嘴 因此會比成年人更容易近距離 接觸到殘留在家屍 和衣物表面的有毒煙草物質 受到三手煙的禍害 很多父母都認為 只要小朋友不在場 又或者開槍吸煙 就不會影響小朋友的健康 其實只是他們對三手煙的禍害 不了解而已 我們知道三手煙是有害了 其實對嬰兒方面有甚麼影響 大人和小兒子都是一樣的 如果摸到,當然會有痣癌 對身體的健康有影響 尤其是小朋友 在一個成長的階段 對他的成長、智力 甚至呼吸道、氣管 尤其是很多小朋友 因為這樣很容易有哮喘的問題 有關三手煙的第一份研究 是由美國麻省總醫院的 威尼克奧夫教授所發表 結果顯示 只有六成左右的非吸煙者 以及四成左右的吸煙者 認為三手煙有害 反映大部分人 對於三手煙的認識並不足夠 知道了甚麼是三手煙 為人父母或家裡 有小朋友的吸煙一族 為了嬰兒和小朋友的健康著想 最好都是立刻戒煙 吃煙可以說是一個心癮 要成功戒掉它 就要靠自己堅強的意志 最近衛生署聯同一間醫院 五合辦了首個 全港首個的免費中醫解煙服務 在4月1日正式開始